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一个节日 那对于佛教来说呢 最重要的一天就是每年的五月份的这个魏赛节了 魏赛节Visag Day是为了要纪念佛教的创始人 也就是佛陀释迦摩尼佛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一个非常具指标性的一个节日 那么根据历史记载呢 佛陀是在五月的一个月圆之日出生的 35年之后呢又在五月的某一个月圆之日 在菩提树下悟道 那么很巧的也在五月的月圆之日 佛陀进入涅槃了 其实各国都有定下各自不同的一个日期 来庆祝魏赛节 而且都用了不同的名字哦 马来西亚在1950年的时候呢 就通过佛教联盟的首届会议 才决定把魏赛节列为公共假期 那么今天的配合魏赛节这一天呢 我们就邀请来马佛金总会的副会长 沙州联委会的主席 同时呢他也是古静佛教居士林 青年团的团长郑文成 来带我们来深入了解魏赛节的真正意义 以及今年在疫情下的魏赛节 有什么样不同的庆祝方式 哈喽温辰你好 我是小芬 我是Ivy 嗨小芬跟Ivy你们好 那其实呢在节目开始 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自己本身不是佛教徒 那我自己是天主教徒啦 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因为我真的 我是一个身边非常多佛教徒的人 所以呢每次他们跟我说 哎我们魏赛节要到了哦 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 然后我每次都会看到啊 庙会都有好多的一些很精彩的 对 然后有什么的 然后灯光石色 你知道吗我想说哇 好美 对热闹 是所以呢我就很好奇哦 其实魏赛节的由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可不可以请文成来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呢 好 我可能大概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是不是 那好像刚才小芬在开场的时候 大概有讲说 呃整个魏赛节是呃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还有涅槃的日子嘛 那佛陀释迦摩尼佛他确实是史上呃有出现的其中一位人物啊 我们在佛教当中就是我们的呃教主啊 这样子那当时他是出生在印度嘛啊 然后印度当时他是一个王子 然后他在小的时候呢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充盈了非常非常聪明 然后在整个王族的这个王宫里面成长长大 他需要去寻找一些人生的这个意义啊 就是解决呃人们痛苦的这个方法 因为他知道说他看到从他去微服初旬的游游四门的时候啊 看到老人病人死人 最后的时候他看到一位修行人哦 觉得那个那个生活方式好像可以帮助他找到呃所谓离苦的这个方法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去舍下他的 因为他将其实即将继承那个王位的 所以他毅然决然的舍下这个王位呢 然后出家去了 那出家机是过这个修行人的这个生活 修行人的这个生活 所以他找了几位啊当时在印度呢 呃非常有名的这个老师学习 但是他觉得他们的这个教导都还不够究竟 就是不够彻底 所以他有尝试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修行方式啊 比如说非常苦的修行 比如说每天只是一零一麻一脉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很极端的这个修行模式 但是有一天他当他在呃树下打坐的时候 然后他其实听到一段对话就是呃这个琴师在讲说呃琴啊如果啊调得太紧的话啊那个旋会断如果那个那个情调得太松的话呢啊又谈不出美妙的声音 所以他就发觉整个修行应该是啊维持中道就是不偏激的哦不过度啊 啊偏向哪一边不过的过度的呃中欲或者是太过刻苦 所以佛陀就呃当时的太子呢就来到这个当时印度的菩提家也这个地方呢啊在这个菩提树下呢就开始发下这个誓言哦 就是不提悟不震悟的话呢他就不不起作哦所以呃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哦呃经过了呃一段时间呢终于在这个五月的月圆日啊呃就在菩提树下震悟成道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他为这个佛陀啊佛陀就是觉悟人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啊这个整四十五年来呢就呃他遍印度恒河两岸哦去度化一些众生当时其实不只是呃佛教佛教的这个修行的集团 其实当时印度的整个修行的风际其实是非常非常兴盛的所以当时也是有大概佛陀的那个时候应该有九十六种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学说在印度里面 盛行着所以佛陀当时在呃印度恒河两岸红发了四十五年过后呢就在他八十岁的时候就进入涅槃哦这样子嗯嗯涅槃其实嗯涅槃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成道的意思其实刚才我们讲说成道是觉悟嘛对嗯他不再轮回啊如果大家呃知道说这个轮回了就是他不会再有来世的意思啊 这个这个这一世就是他最后一生那接着就是涅槃哦涅槃基本上我们在呃呃形容佛陀的离世或者一些圣者的这些离世哦 哦所以他这个这个涅槃这样子嗯嗯嗯所以涅槃的意思就有点像是呃归先去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意思吗也不是先嗯嗯他也没有他也不是因为如果是先的话哦在佛教的角度来讲哦他先还是去天界而已他还是还是还是有 一段时间过后还是继续轮回那如果是知道那概念是对的嗯对对对对对对成道的他就是这是他最后一世他不会再重新再投身或者是所谓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嗯这样子哦他已经究竟了就是成为一个对对对对是一个圣人了哇我刚刚听故事的时候我突然间在想啊诶呃佛陀在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还是王子的时候嗯那他就看到了世间疾苦嘛嗯 对对不对他就想要帮助这些人脱离苦海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当时候嗯就不要继续可能就是选择在他国王对对当他的国王然后就用他的智慧哦来帮助这个方法他本身他还在当时还小啊请文晨来回答吧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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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虽然虽然说他当其实当时太子哈佛陀以前的他的故乡啊 他的那个王国其实还 其实还蛮小的 不会很大的 当时他的那个印度的那个 整个王国的版图 其实还分很多小国大国等等 所以加勒为国当时 其实并不算一个很大的国家 所以你要讲说 他不如留下来当国王可以 那个其实也并不然 他可能当现在 他如果去寻找人生的这个真理的话 解决痛苦的方法的话 反而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当时在印度的 这个阶级的观念是很浓厚的 很重的 到现在也 对 所以佛陀是当时 佛陀是当时是允许 就开放整个四阶级的 这个种姓都可以出家 这个是在其他的 那个当时的这个修行的 这个集团当中是没有看到的 因为当时主要分两个修行的集团 一个叫做婆罗门 就是我们知道的Brahma 就是在这个阶级当中 最高地位的那个祭祀者 那接着就是第二第三第四 就是王族啦 国王啦 大臣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普通的一些商人老百姓 到最后的就是这个奴隶的部分 所以当时佛陀 佛陀 他证悟过后 他是接受全部切记的都来 可以跟随他出家跟他学习的 但是 对于婆罗门来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才会有所谓分列出两个 所谓的婆罗门跟撒门集团 当然佛陀的这个整个修行的 这个集团 也算是撒门的这一个集中之仪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 他是佛陀当时是 算我觉得算很开明的一个做法 谢谢文臣带我们走入的历史 帮我们还原一下 到底佛教我们的这个圣者 佛陀他的故事 他的一些事迹是怎么来的 好 那我们必须要回来我们的魏塞节 选择在五月的这一天 其实好像是听说 在农历啊 葬历上 好像魏塞节都有不同的日期的耶 对吗文臣 这是为什么呢 OK 我觉得在在谈这个的时候 其实 现在我们知道的魏塞节都在 都定在五月的这个月 对 对对对 五月的月圆日 所以基本上 我们先来谈有两个部分 先谈 为什么会先定在五月的月圆日 是因为当初在1950年的时候啊 这个世界佛教友谊会在这个斯里兰卡 做这个第一次的这个会议 当时他们的会议当中呢 就有在讲 就有在制定 他们要定下说 佛陀的出生 成道还有涅槃这个日子 所以定下 这所谓的这个 呃 庆祝的一个节日哦 把它定在同一天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所以也沿用 过后呢 我们也开始沿用这样子的一个日期 就是在五月的月圆日 不过那个时候 不过那时候出席的出席的国家 其实虽然讲说是世界佛教友谊 其实比较多是还是属于南川佛教的国家 当时的中国中国当地啊 中国这边呢 其实是没有派到代表去的 哦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战乱的时候 那个应该是还在政局不太稳定的时候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哎 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其实对于 呃 整个中国教或者是北川佛教的一些 呃 佛教徒来讲 其实哎 他会觉得 啊 虽然是定了 但是他们觉得 他们还是一定一直沿用着四月初八的 而且这个日子已经沿用了 非常非常多 农历的四月初八啊 遇佛节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 不过也为了 因为毕竟是整个啊 国际都公认的 这样子的一个日子了过后 啊 呃 但是我们知道说 呃 在这个 中国啊 中国啊 香港啊 或者台湾都会一直还是会沿用着是 农历四月初八为遇佛节的哦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然后在藏 呃 在西藏的话 在藏族 藏族人啊 他们其实 四月份 他们是叫做 萨格达瓦节 萨格达瓦 也是其实 他们 萨格达瓦 是整个 是整个 整个月份呢 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月份 其实也是在纪念 啊 佛陀出家成道跟涅槃 然后在他们的这一个 这个认知当中 是讲说 他们所做的这些善行啊 好事啊 或者是他们的修持 是会翻倍的 哦 会翻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藏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所以他们在这个月份 其实是很很精进 很努力的在做很多的善行跟修持 就有点像回教的 Ramadan的意思啊 是 好 而且注意到好像每一个国家的 魏塞节的庆祝方式 都不一样 都不太一样 因为要融合当地的一些文化 民情 风俗 可不可以就是简单来跟我们讲一讲 像印度的庆祝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啊 其实还蛮好奇的 毕竟佛陀就在印度出生嘛 嗯 我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 现在的印度 佛教徒在印度 其实现在是占非常非常的少数 还是印度教占为比较大多数 印度跟回教也有 哦 对是 那 我据我所知的 虽然说 在 在那个世界佛教 也会的 在1961年的时候啊 他们才有跟这个印度政府当地呢 有争取说要把这个佛教的圣地 把它定下来 就是 不可以 就是那四个圣地出生 出生成到涅槃 还有一个是 转法轮的地方 所以这四个圣地是非常的 对 对佛教徒非常重要的四个圣地 所以有要求印度政府要保护好这个 所以其实 当我们有时 当我们 我那个时候亲自去到这些圣地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其实 佛教徒去 只有佛教徒去 其实管理有可能还是当地的印度教徒来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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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当然 佛教徒他们 在印度佛地的话 当然还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可能会点灯啦 点灯的部分 或是 共生的这个部分 那 这个是比较常看到的 但是我们去看到柬埔寨 柬埔寨他们有特别一个活动 就是 灌盖菩提树的 他们就会摇那个水 我们 我们都知道 他们在 在卫塞节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遇佛嘛 但是在这个柬埔寨呢 他们是遇那个菩提树的 哦 菩提树 哦 直接浇在树下 直接浇在树下 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 是在菩提树下承到的 所以菩提树对佛教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 对对对对 是是这样子 当然 在韩国的话 他们就会有所谓这个London Festival 在这个 卫塞节的时候 配合这个灯节 然后日本的话有这个花节 所以它有 他们是有特别的一些庆祝的一些活动的 这样子 这个是我看到比较当 比较像当地 有一些符合当地的风俗民情 所以有这样子做这样子的一个融合的部分 嗯 那马来西亚呢 威塞节在马来西亚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马来西亚最主要的 我们除了看到各个佛堂寺庙都有遇佛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每一年要必须要进行的一些仪式吗 嗯 对 我们我觉得马来西亚别于其他的国家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大荣武 熔炉 就是他结合了南传佛教 南传上座布佛教 然后北传佛教 还有上传佛教 嗯 所以在看到很多不同的佛教文化的时候啊 我们会觉得 哇 真的是百花齐放的 所以在整个 在汉传佛教的话 我们讲北传佛教的话 我们就看到大家会去遇佛的话 是遇这个太子像 这个太子的像 一手子天一手子地的那个太子像 哦 因为相传当时 太子出生的时候 就有这个九条龙 灌这个水 有温水跟冷水这样子 帮太子洗澡 这个是当时的这个传说 所以在北传佛教最会有那个太子像 但南传呢 基本上 最近我们会看到他们有发展到 呃 因为他是 基本上他们会遇这个佛像 我们有看到的是遇佛像 因为有些 有些信徒他会觉得说 呃 可能他背景是很纯 呃 不是从不同的背景来的嘛 所以他们觉得 哎 遇佛 没有这个遇佛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他们又觉得不太那个 所以他们就 我有看到就是他们有遇这个佛像的 就是遇这个佛像 当然 藏传的话呢 我有看过他们是 他们有遇这个财神的 哦 哦 有牛奶 啊 对对对对 是是是 为什么会有财神加入了呢 哈哈哈 对 在在传佛教当中 他有特别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些文化 就是佛教的财神 他是 他还是 他他 虽然讲他是财神 但是他就是 呃 他有 他有 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财神 但是他是 所谓佛教的整个护法的这个 他的护法就是 呃 呃 这样子咯 protector这样子 嗯 嗯 所以 嗯 了解 既然说到这仪式啊 我其实有一个很好奇的一点 就是说 我每次跟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 每次会去庙里面的人 看看吗 对 因为我觉得我 我觉得那里的雕刻 对很漂亮 然后我很喜欢很庄严 闻那个味道 香的味道 对 然后我就发现说 威赛节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 我就发现他们有点这个莲花灯 啊 啊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莲花其实 有什么样的象征意 对 在佛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别具意义的呢 因为说到莲花 我想到的就是 呃 出于你而不然嘛 对不对 其实是不是他的意思是 就是这样来的呢 请问文真 嗯 是 在佛教当中 当然我们 刚才你讲莲花跟灯 其实它有分开 如果可以把它分开 它有两个不同的代表意义的 就是 在莲花当中 莲花当中 就看好像刚才你讲的 出于你而不然 就是 在讲说我们的一个众生啊 虽然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 一个 就是活在这样子 可能充满着很多挑战 很多 不 不容易的事情 诱惑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 呃 学习佛法 然后 慈戒啊 布施啊等等 这样子的一些善行呢 呃 坚守自己的那一个 那个戒律呢 然后 表现出好像莲花这样子 情境 虽然它 还是 呃生长在污泥当中 但是它可以出于你而不然 但是这个污泥呢 却是它整个 养分的所在 它是一个 呃 让它 让这个佛教徒呢 虽然它处于这样子的一个 情况 但是呢 它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因为它 它这个所谓的 逆增上缘 就是可以帮助它 呃 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 资粮的这个部分 嗯 这是讲到莲花 嗯 然后讲到灯的话 灯的话 嗯 灯在佛教当中就讲说是 灯给人家是光明的意思嘛 比如说我们现在 哦 嗯 今天我们是在一个 一个非常黑暗的这个房间当中 如果有一丝丝的这个灯 跟光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让我们看的 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就如 呃 在佛教当中 讲说这个灯 代表的是智慧 如果我们 在生活当中 有有学习到佛 佛陀智慧的话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就可以呢 哦 把这个 所谓的问题啊 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挑战啊 啊 用这个智慧来这个化解跟解决咯 嗯 哇 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是 哇 好啦 收益两多 真的收益两多 很多的这个资讯量哦 那等一下休息回来呢 还有很多的关于这佛教 各个地方的庆祝方式 嗯 还有什么样的仪式 要请这个文成 来带大家来走一遍 等一下 生活哪里有问题 马上回来 生活哪里有问题 要先提前祝福大家 所有的佛教徒们哦 魏赛姐快乐 吉祥 魏赛姐快乐 平安 我是小芬 嗨 我是Ivy 在我们线上呢 非常开心哦 邀请来的是 马来西亚佛经总会的副会长 也是沙洲林委会主席 同时呢 也是古今佛教居士07年团的 团长文成 来带我们来科普一下 到底魏赛姐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意义 还有各国的庆祝方式的不同哦 嗯 那Ivy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 好基督徒 就是要问很多一些 我很担心我会问很多白痴问题 因为没有白痴问题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魏赛姐的整个仪式啊 还有他的整个由来啊 嗯 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特别了 像是刚刚有提到 很新奇是吗 对 因为像是刚刚提到的 他的日子 为什么会定在月圆之日 为什么是五月 因为他有很巧的就是呢 佛陀就是出生啊 成道啊 还有涅槃 那如果说在基督徒的话 其实我们一个节日 就代表一个意思 就像是圣诞节 圣诞节 就是耶稣的生日嘛 他的圣诞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太厉害太神奇了 好就打开我世界大门这样 那我们刚刚上一段呢 又有提到说 其实呢 这个佛教还有分南传 还有北传 然后呢 在威赛姐的时候呢 庆祝的方式也有点不太 不太一样 像是南传的话呢 就是没有遇佛嘛 是直接临在那个菩提树下 对 所以我很好奇 这棵菩提树 是刚刚你提到的那一棵菩提树吗 就是那一棵吗 就是原来佛陀在那个菩提树下 成道的那棵菩提树吗 还是他们真的找了一棵 就可能类似的 或者是年龄最长的一棵这样子 通常会讲的这个菩提树 是佛陀成道的那棵菩提树 当时在菩提家也 佛陀成道的那棵菩提树 不过那棵菩提树呢 因为一些事故就被人砍了 不过他们有这个当时的 这个阿育王 阿育王呢 有把他移植 他的 他的这个儿子是出一位出家的法师 他有把他移植到这个斯里兰卡 因为当时佛教在开始 从印度走出到其他世界 传播到其他世界各国的时候 这个阿育王当时是孔雀王朝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国王 阿索卡 King阿索卡 他呢 他呢就派了很多这个法师 去到别很多很多地方 那他其中一位他的儿子 出家的儿子呢 马欣达 马欣达长老呢 他就带着这个 这个结枝的这个菩提树 从这个当时菩提加爷的这个菩提树呢 这个截止的菩提树来到了这个斯里兰卡 种在斯里兰卡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他的近情咯 就是 就是印度跟斯里兰卡 这一株 这一株菩提树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珍贵的 那 当时这一核 印度的那一核 佛陀成道的那核菩提树 被人砍了 过后死了 过后呢 有从这个斯里兰卡 移植回去 移植回去印度的 这样子 OK 总算是做这个保留 嗯 那我想问一下文成 现在魏塞杰有没有因应这个时代的演变 时代的进步 而需要配合不同的年龄层 因为我们都知道宗教会老龄化 然后年轻的一层好像出现了一个断层 所以呢 佛教的这个庆祝的这个魏塞节 有没有用不同的这个庆祝方式来吸引更多年轻人 来加入一起来庆祝这个同欢共进 这个非常具有意义的这个魏塞节呢 嗯 是有的 比如说去年 去年我们整个国家都在MCO嘛 所以佛卿总会呢 就在那一个那段期间 做了很多非常多的这个线上的活动 因为我们不能实体见面的话 就做了很多线上的活动 所以他的活动的这个内容 是涵盖全部年龄阶层的 所以他从儿童 青少年 大专生 然后一般的这个大众 到老年人 其实都涵盖了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活动内容都有包含他们在里面 所以来到今年的话 今年我们就特别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主题 接续佛头的光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就是接续的意思是Continue Continue 从去年一直这样子Continue下来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活动的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一些羞耻 把它当成一整个月份 我们是整个月份这样子庆祝的 所以我们开始 因为去年可能线上的一些技术的问题 可能没有做得很好 那今年我们开始做了很多的改进的部分 所以我们更多 而且我们可以开始跟国外的一些法师 或者是一些讲师开始做联系 可以通过这个科技的方便 让这些外国的这个讲师或者是法师 就可以直接在线上跟大家做这个教学或者是 对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当然我们在社交平台上面 我们也开始发动在TikTok 或者是在Instagram 做很多这样子一些推动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宣传或者是一个活动 就是让这些年轻人engaged在这个未筛节的庆祝当中 所以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在TikTok当中 他们可以upload说他们的未筛节是怎样子庆祝的 或者是他们过往的一些未筛节是怎样子庆祝这样子的 可以把这些讯息发布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这样子 好棒哦 真的很顺应潮流 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说 萨拉越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民族都非常共融 我们的非常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请教一下萨拉越的这个有一个组织 叫做Unifor 其实是我们的萨拉越政府在好多年前 然后开始成立的一个组织 那其实对于佛教方面 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请教一下文成 这个Unifor是首长属下的这个其他宗教这个单位 这个协调的单位 基本上就是非伊斯兰宗教的这些宗教都会在这个协调会当中 就是包括了天主教啊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还有西克教 印度教等等 基本上它是作为一个协调 就是当然他是很关心整个其他非伊斯兰宗教的一些发展的 当然他们在成立的当中 其实就是要为了维护这些其他宗教的这些事物的一些发展 当然他们会关注的是一些给一些拨款 尤其是在硬体一些设施的发展的部分 当然还有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吃的 还有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的就是跟这些宗教团体去协调 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很多一些宗教活动的节日的时候 比如圣诞节啊 然后这个卫塞节啊等等 他们都会经过这个uniform呢 来发布所谓的这个SOP的部分 对对对对 那既然提到SOP 对 其实今年的SOP和去年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 好像去年是不能够进这个佛堂 进到寺庙 对 进行祭拜 今年还是这么的严格吗 去年是只有可以是理事可以去理事 12位理事进到佛教会 就是寺院或者佛堂去做一些宗教的仪式 那今年的话呢 我先讲沙洲 沙洲的话我们看到刚刚发布出来的这个SOP是 只有在古晋、西联还有撒马拉罕的这个区的这个佛教团体是可以选择开放 它开放时间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 然后每个时段每个同一个时间可以出现在这个佛堂当中的人数啊 是20位 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整个整个范围啊 是不是是不是20位会不会太多 我们这个也要去这个寺院当中的这个负责人也要去看一看 有时候可能它只是一个电屋 但是它肯定不能挤满20个人的嘛 所以它还是还是要去看看照顾这个SOP的部分 然后接着就是就是开放这4个小时 当然9点到10点这个部分呢 这个这段时间是可以给到佛教会的一些礼士去做一些宗教仪式的 比如说一些供修诵经的这个仪式的 但是在开放的这4个小时里面是没有这个预佛的 因为它会毕竟会 因为我们知道预佛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拿那个勺子啊去咬那个香汤水啊去预那个太子巷嘛 所以为了避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最近的疫情也很吃惊很严重 所以避免造成有太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 就是透触那个感染源 那个勺子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阻止了 就不让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预佛的这个仪式进行了 这样子大家可以去上香可以去做一些祈求的这个部分 这些宗教的仪式 只是避佛的部分呢就没有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走比较科技一点的话 可以走线上的这个避佛的部分 线上避佛是怎样的概念 就是点击 然后就动图就会帮你灵这样 就可能要采用一些动画了 是很可爱的 然后再对很有趣 这是沙拉月的部分 其实西马的话是不是有些微的部分 有一点点不一样啦 有一点不一样 他们还是可以开放 开放时间他稍微会比较长一点点 那当然如果是MCO的周数肯定是不可以开放的 这样子 所以他的人数的话也还是一样 跟之前一样就是不可以超过 超过他特定的一些人数 那详细的可能就要再去看 那个所谓的他们所列下来的这个SOP的部分 这个是应该大家可以去看看的部分 是那既然说到这次的SOP 刚刚就有提到虽然说跟去年比较起来 有稍微的比较人性化一点 因为他开放了一点点 虽然说人数上面有限制 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蛮希望说 还是能够去到佛堂 去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仪式的嘛 对不对 毕竟去年都没有办法去 那今年又有人数上面的限制 可是如果说可能考量到最近的这个疫情 你知道上上下下他那个数字 忐忑的心也是跟着一起上上下下 那如果说真的决定好 最后我把机会让给别人 让给真的很有需要的人 那我今天在家里去进行这个仪式 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吗 还是说可以怎么做的 首先先讲说 那个开放不开放也要看当地的这个寺院跟这个佛堂 他们要不要开放这个 所以如果他们选择不开放的话 基本上他们这些信徒也没有办法去到 因为他们还是遇到他们会生疏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去 留意一下了对吗 对 所以先打电话或上网去查询一下 是是是 就大家可以其实去可以去查一查 当地的佛教会的 从他们面子书 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发布一些新闻稿的话 可以去看看他们有 他们是不是有开放 这样子的话可能就避免去白去一趟这样子 嗯 那文成既然说没有办法去到佛堂的话呢 其实信徒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去进行一些仪式 来纪念佛陀呢 嗯 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在谈到预佛的时候啊 那个其实它是一种形式啊 最主要其实是 预佛的这样子一个形式来去进化我们自己啊 去去神思回自己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们有 呃有些什么 做的不是太好 不太理想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通过所谓这样子一个表象的 类似这个这个水啊 其实虽然浇在这个太子身上 但是其实是想要进化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今天我们 今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预佛的话 那其实我们 呃大家可以去 看这个预佛功德经 其实在家里我们也可以去做的 那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呢 其实也有发了一些视频 就是可以鼓励大家怎样子可以居家预佛的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相关的这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视频 那除了预佛之外 那其实在预佛当天我们可以 可以 持守八观再接啦 然后诵经或者是抄经 这样子的一些 一些 一些善行啊 这些把这些功德呢 可以回向给我们的亲人啊 自己或者是 这些受受受受受苦受难的这些众生们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基本上可以 当然还可以做去做布施跟供养 供养法师或者是 帮助一些弱势的一些团体 基本上的都可以 都是在魏塞杰这个吉祥月当中 我们可以去做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去捐血 哦 捐血 对对捐血 是一个身体力行 所谓的救人一命 甚至要七级 七级夫妇 对对对对 好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 因为明天就是魏塞杰了嘛 所以我们要最后要播放一首 今年的魏塞杰的一首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心情变得 比较平和的一首歌 那这首歌呢也是文成推荐给我的 Together we build a home 想请问一下文成为什么要 特别推荐这首歌呢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马佛青 在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 叫《真山本的旋律3》 经过了18年 第三张专辑的发行 18年第三张 是 对 而且这首歌的这个MV是在古镜拍摄 古镜拍摄的 采用的是我们本地的这些素人 素人跟一些演员 对 是是 大家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古镜的一些街道的一些景象 然后 当然这个是 这一张专辑是存本地本地创作的 然后我们当然也邀请了很多很多艺人来帮我们 帮我们唱这些歌曲 那这一首歌是有两位嘛 都是唱个比赛出来的新秀 哇 这样子 叫刘婉莹跟周一斌 嗯 这样子这两位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那这一首歌蛮有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蛮 播放蛮有意义的 Together we build a home 我想说 这个家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单位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照顾 把这个家照顾好的话 可能啊 我们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形成 然后尤其是 如果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下 可以照顾好我们自己 照顾好我们自己家人的话 那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 或者是整个疫情的控制 其实会有更更有效 所以真的是呼吁大家 遵守SOP 然后没事尽量留在家 we build a home 哈哈哈 是真的 尤其是在疫情 从去年MCO一开始以来 大家都是困在家里嘛 是啊 所以才知道说原来 家真的是一个避风港 而且虽然说这一次可能 或许你所在的这个区域啊 你附近的佛堂啊 或者是佛教组织没有办法 让你去到现场去进行这个仪式 你只好被困在家里面 但是在家里面 依然还是可以做一些什么 来去纪念佛佛的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就是看一些佛书 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或听佛曲都是很好的一个 度过卫塞节的一个方式 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由文成推荐的 together we build a home 也祝福大家卫塞节快乐 谢谢 谢谢文成 谢谢文成 呀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